大家好,朋友们 刚才听到一个信,一个消息 谢丽丝,谢丽丝女士去世了 谢丽丝是一个演员,女演员唱歌的 她是今年75 可能据说我们来判断 跟瘟疫,跟COVID-19还是有关系的 75岁去世了 她应该是1947年生人 1947,1959,1971 她可能是属猪的 应该是死于这场大瘟疫 然后谢丽丝 个不高,她老家是重庆 她起码是出生于重庆的 这个中国电影乐团的 中国电影乐团正好也是我客户 就在那个海淀区 新街口外大街 往北第一个路口 小西天 然后大概往西走四五百米 那是往北一条路 叫文汇园路 文汇园路和小西天 这个交叉口的东北角 就是中国电影乐团啊 这个他们的工会主席叫李铁军 原来是我的客户 旁边那个小西天的那个中影集团 中国电影集团 像北太平庄的电影洗印厂 像那个济门桥北边的儿影厂 就是那个儿童电影制片厂 那个鱼兰 那个那个江洁烈火中永生 不是那厂长吗 还有那个济门桥的东北角的那个 北影厂 还有再往东马路北的新影厂 中央新闻记录电视制片厂 北京电视制片厂 还有新街口南大街 那个叫节节disco 那个叫科影厂 科学电视制片厂 原来这都是我的客户啊 谢丽丝个部高 个部高长得白白净净的 戴个眼镜 二十年前左右 大概啊 是两千年左右 啊 我们得看看那个 呃 百胜购物中心 我在百胜购物中心 遇见他了 啊 那么具体是哪年呢 得看这个 百胜购物中心 是哪年成立的 是吧 那个大楼 就是那个复兴门的东北角 啊 就属于那个金融街的最南边 对吧 我在那看见谢丽丝了 那个商场当时算很高级的是吧 很高级的 后来当然有好多高级的 那个什么建国门外 永安里 那叫什么商场来着 还有那个建国门外 建外的那个 西边的国际大厦对面的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赛特啊 那会我们也去赛特购物中心 到那去逛一逛 吃一吃 买一买呀 永安里 那个叫什么来着 挨着金轮饭店 建国饭店 现在忘了那个 那个 啊 那个 商场了啊 还有那个 那个哪儿 长春街的国华商场啊 到那给我媳妇买过一个 是戒指还是项链啊 那时候快结婚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上世纪末的时候啊 大概那个时候 然后这谢丽丝死了啊 他的搭档叫王杰石 王杰石比他小五岁啊 大概是一九五二年生的 王杰石是我们东城人啊 我就是东城区的 他是王杰石 他是住在灯市口那边 他中学是灯市口中学的啊 他应该是灯市东口的啊 灯市东口那边 旁边有那个同府家道 现在叫同府家道 原来是历人一个东啊 那不是这个什么 同国为同国纲吗 大清朝 同半朝 同府家道啊 这个老同家那个府的家道 现在谐音改名了 叫同府家道 那里边有个166中学 是我的客户 还有一个空政文工团 空军政治部文工团 有一个男的一个团长 叫郭续新 是个大校 还有一个女的 叫航天琪 是吧 航天琪是那儿的 唱歌的啊 有人说航天琪 这个喜欢年轻小伙子啊 哈哈哈哈 然后 还有一个叫刘莉莉的 刘莉莉 演过那个什么 露露女人和景 里边演一个儿媳妇 演过那个 这个 那个谁 黄海波和那个海青 十多年前 零几年比较有名的 那个 那个城市喜剧 叫什么 媳妇的美好时代 里边演那个 海青演那个毛豆豆 毛豆豆 他妈 叫盛红 那是刘莉莉 刘莉莉原来也是空政文工团的 空政文工团 后来他被开除了 应该是 给他把这军级啊 公职啊 可能还有党籍都给开除了 因为他六四的时候 他是支持学运的 六四的时候支持大学生的啊 当然那会儿被处理的 包括被判刑的 被枪毙的 被开除的 不止他一个人啊 刘莉莉 应该是没有进监狱 就被单位开除了 看起来 他们那个单位的领导 可能还算是有点人味啊 有点人味啊 这是空政文工团 空政文工团也是我的客户 那会儿我给他们那儿送 飞机票 是吧 你看他们那个空军 他们按说买飞机票还不方便吗 还得通过我来买啊 哎 这个谢丽丝啊 王杰实我没见过他 王杰实 登石口中学毕业之后 52年出生的吧 52年 64年 76年 紫属丑牛 鹰狐毛兔 应该是属龙的 王杰实后来 69年 啊 这个文革的时候当兵去了 当了四年的 是空军还是海军 好像空军 四年 然后转业回来之后 到一个汽修厂 就北京市汽车运输公司吧 还是汽车修理公司 反正在汽车修理厂上班啊 然后他住在一个大杂院 就登石口这边 大杂院里边好几十户 然后他那个大杂院里边有一个女孩 比他小一岁 应该是53年的 53年65年 应该是属小龙的 属蛇的 叫小红 哎 俩人好上了 后来给娶了 啊 后来他考了这个中系 表演系 啊 中央戏剧学院 中系也是我的客户 在这个宽筋 啊 在这个宽筋 这个十字路口的北边 这个东棉活活动啊 我认识他们那公会主席啊 这个中系有一任的院长 是一老太太叫李伯钊 李伯钊是后来的国家主席 呃 杨尚坤的老婆 当时杨尚坤是中办主任 中央办公厅主任啊 李伯钊 文化大革命也给批斗啊 然后这个 后来他给分到北影场 呃 就是北京电视片场 我的客户吗 啊 然后这个 但是在那他演不了什么东西 因为王洁石是一个小眼睛 是把那眼睛跟一条缝似的 就拿小刀拉了一条缝啊 不是那种唐国强啊 王新刚啊 那种浓眉大眼的 所以一直演不了什么角色 后来他就报考了 在他的媳妇啊 这个小红的这个 这个鼓励之下 报考了这个 就是中国电影乐团啊 有一段时间叫北京电影乐团 对了 那个北京电影乐团出了一个更有名的 就是张强 张强大家知道吧 啊唱了好多歌 很多是翻唱的 是吧 有人说张强是个俗女孩 80年代火了几年 后来去澳大利亚留学 嫁了一个香港人 后来又离婚啊 又改嫁了 是吧 张强 好像又改嫁了一个青岛人吧 也是一个企业家 后来又生了一儿子 头一胎 生了一姑娘好像啊 好像是啊 头一胎是儿子吧 我也忘了啊 张强 后来第二胎可能是个姑娘 反正一儿一女 跟两个老公生的 张强 是吧 一说张强 很多人都喜欢啊 这个张强在北京有个歌友会 歌友会的那些人 我还认识其中一两个啊 哎 后来这个谢丽丝 觉得他不错 是那个考官 谢丽丝是主考官 就要了王洁石 后来他们俩组成搭档 也火了一些年 八十年代吧 不知道九十年代还火不火了啊 反正这谢丽丝死了 挺可惜的啊 谢丽丝的老公 好像叫狼文卓 还是叫狼文俊啊 叫什么 那个字我不认识啊 就姓狼 这个狼君的狼 狼石宁的狼 这个中央电视台 一个叫狼永存的 姓狼的 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 是满足 是奇人啊 他老公那个单位是哪呢 他老公是这个煤炭文工团的啊 又巧了啊 巧极了啊 巧他爹打巧他娘 巧他爹打巧他娘 巧极了 这个煤炭文工团啊 也是我的客户 在这个青年沟 青年沟啊 青年沟是交界 马路南是东城的和平礼 马路北 是朝阳的和平街 就在马路北啊 他们那个煤炭文工团 里边有一个咖啡厅 那会儿要点饮料啊 要点啤酒啊 我曾经是我的客户啊 然后 昨天啊 这个谢立斯死了 他老公还活着 不知道比他大 还是比他小 好像比他大一岁 然后他们有一个独生女儿 叫狼乐 乐就是快乐的乐 八年前 2014年 得了这个肺癌了 挺可惜的啊 然后坚持了四年 到四年前 2018年 他的独生女狼乐死了 也算是挺悲哀的啊 这叫什么 叫黑发人 白发人送黑发人 唯一的女儿死了 然后他的女儿呢 又生了一个女儿 等于他们的外孙女啊 现在 那么就生外孙女跟老爷了啊 反正王杰石 谢立斯 谢立斯和他的女儿 都去世了啊 这能不能叫自古红颜 多搏命啊 我不知道啊 反正挺可惜的 那会儿也陪伴我们吧 度过了那个青春年代吧 那会儿可能还小孩吧 算是我的少年时代啊 少年时代 这个跟中国最近 大规模的死人有关系 这个中国卫健委啊 最近修改了 关于非典死亡的标准啊 说啊 你只有直接死于非典 不叫非典吧 COVID-19 才算数啊 所以从12月7号 到1月7号 这一个月啊 说全国才死了31个人 可是实际上 比如说你有基础病啊 心脏病 糖尿病 什么高血压 或者其他的 就不算了啊 包括那个啊 说最后说 有的说你死于什么 心脏衰竭 肾衰竭 啊 这衰竭 那衰竭 都不算了 实际上应该死的人数 要比这个31个人 至少多万倍啊 甚至也许十万倍啊 反正现在有人说了啊 说这个 他说这数 可能我的熟人啊 我生活中认识的人 死的都超过这数了 但是他们就不认啊 就说不是啊 你有基础病 或者你有症状 反正你要快死的时候 你肯定心脏衰竭啊 肾衰竭啊 各种脏气都衰竭 是吧 哎 反正你就不算数了啊 你连个数字都不算了啊 最近死了好多 好多这个 还有老干部 是吧 像那个济南军区司令员 前任的 活了八十多岁吧 按道理这帮老干部 活到九十多都很平常啊 是吧 这个叫宋清卫啊 前任的济南军区上将 司令员也死了 啊 然后还有两个中将吧 这两个中将好像都是搞情报的 都是总参的吧 有一个叫李景啊 李景中将也死了 然后还有一个叫迷阵域 迷烂的迷 迷烂啊 生活很迷烂 是吧 迷烂 迷阵域 迷阵域是搞情报的 之前我在一些跟防务 跟国防 跟军事 跟情报啊 跟谍报有关的刊物上 看到过他写的一些名字 那很早了 二十年前吧 写了一些文章 迷阵域中将也死了 还死了一些少将 还死了一些部级干部 部长级的干部啊 死了很多 至于 有一个叫什么楚蓝蓝的吧 唱京剧的 好像老家是重庆的 三十九岁 或者四十岁也死了 死了好多好多 北大 清华 啊 这个上海交大 复旦大学 等等等等 死很多啊 反正挺可惜啊 很可惜啊 至于老百姓 是吧 你看这火葬场的 乌央乌央的是吧 排大队 那尸体 是吧 你看那前两天 那个牛鸡 牛街清真寺里边 都满了 是吧 回民 是吧 甭管回民 汉民 是吧 满人 奇人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全国各地 从东北到山东 到这个北京 天津 河北 到南方 到重庆 是吧 到这个广州 福州 对啊 前两天福州街头 我都看见三辆车 有视频 有视频 有真相 福州街头 老百姓用自己家的越野车 有的还不是越野车 就是普通的卧车 然后那个棺材就放在底上 是吧 因为火葬场的那个殡葬专用车 殡葬吧 啊 那专用拉死人的车 是吧 叫埋体 叫大体 是吧 埋态 啊 是吧 这都简直 太可怕了啊 最近这一大波 有的人说过去了 还没过去啊 到春节 现在农村 哎呀 是吧 农村是缺医少药啊 可能真是得死个一两千万都有可能啊 当然具体的这东西 谁也不知道 永远没有一个真实的数字 是吧 就像六零年 是吧 三年自然灾害 或者三年大饥荒 到底死了多少人 是吧 文化大革命 自杀的 是吧 被折磨死的 武斗死的 谁也不知道 哎呀 中国人真是叫什么 自生自灭呀 自生自灭 是吧 这个原来叫韭菜 现在有个词叫人矿 人矿比韭菜还吓人 是吧 韭菜 你割了一茬 还能长出来 这人矿直接就给你提炼了 八百度 一千度 两千度的高温 哎呀 可怜哪 比我们这西班牙的草都可怜 这中国人 真的 看我们这草 是吧 阳光灿烂 中国人都不如一个草棍 中国人的命 都不如一个草芥 随随便便的 就被牺牲掉了 就被断送掉了 太可怜了 哎呀 蹲着累了 这要是六零年啊 五九年六零年 这些东西都得被吃掉 是吧 那会连这种子都被吃掉了 人饿极了 也不管他有毒没毒 是吧 等饿极了 这人就顾不上了 现在中国的粮食 每年都有一亿多吨需要进口啊 对吧 我做粮油批发做了差不多三十年 这里边的事我太清楚了 中国缺粮 缺的厉害啊 中国的能源也不够 能源也不够啊 石油天然气也不够 最近河北那边好多老百姓家里边不让烧煤啊 说是污染 但是天然气也供应不上了 一方面是价格 一方面是货源啊 都供应不上了 中国的芯片也没有 是吧 前些年搞开发 稍微平整一点的土地都搞了开发区了 什么工业园区 高科技园区 是吧 就包括这个 房地产 盖楼 是吧 盖房子 盖小区 包括楼堂管所 包括什么高铁 铁公鸡 是吧 还有这个 哎呀 中国本来的平地就不多 平地就不多 中国 真正的平原 只占到了国土面积的 百分之十八 百分之十八是平原啊 中国 世界上 耕地最多的国家是印度 印度的耕地是中国的好几倍 你看印度的恒河平原 多肥沃呀 对吧 中国其实 是一个穷乡僻壤啊 中国是一个穷山恶水 出刁民的地方 其实 到底中国人 有人说中国人该杀 该宰 涂枝 枝黑 是吧 我觉得中国人 一方面确实挺坏的 鸡贼呀 自私呀 懦弱呀 胆怯呀 告密呀 扎吱啊 不团结呀 是吧 但是 最主要的中国的原因 还不在这 还是来自于 高大上的那些东西 上层建筑的东西 还是更可怕的 是吧 所以我相信 啊 我相信也没用 我相信也没用啊 也没别的路 是吧 没别的办法 我看中国人 中国这块土地将来也可能 是吧 大乱 天下大乱 内战 饥荒 是吧 天灾人祸 最好还是润 是吧 还是润 啊 我看哪怕你到了泰国 是吧 到了越南 菲律宾 是吧 到了什么斐济 都不错 是吧